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环科技的李扬 今天和VMuy的刘安芳同学呢 给大家带来的技术分享叫做 多集群易购CNR通信实践 也就是在多个集群之间使用不同的CNR 进行风卖式的通信相关内容 今天的主要内容呢有以下几点 首先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数据产品对网络的一些基本需求 其次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产品对易购CNR的需求 然后之后呢,刘文峰同学会对 安芳架构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然后我紧接着我会对易购CNR基本原理做个介绍 以及基于易购CNR的最佳实践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基于安芳做的更多的实践 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 我们新环公司呢,其实有大量的 大数据应用及AI应用 以应对不同的业务场景 然后随着云原生的发展 这些应用逐渐的往云上迁移 也就是像我们的新环大数据平台的迁移 后面就简单TTC 然后在这些应用上运的过程中呢 我逐渐发现了一些 他们的网络一些特点 首先,他们是 这些大数据应用基本上都是 有状的应用 也就是他们内部存在着 大量的点对点通信 就比如说一个基金出手化的过程中 可能就需要POD之间进行协商 而这些协商就依赖于POD 与POD之间的直接通信 还有一些数据的拷备备份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需要在这个基金中 找到就MAS的角色的POD 然后再直接和这个POD进行数据的拷备 就是简单的通信 其次呢就是 我们的客户呢 可能会部署多套TTC集群 然后就是随着业务量的上涨 而且还有一些业务形态的变化 就比如说引入了联盟应用 那么这就让他们具有 跨机群通信的这种需求 而传统跨机群通信 可能牵涉到 就比如NodePOD 但是它具有单电故障的一些缺点 然后业界也有一些 其他的方案 就比如说使用e-steal 三分五月等这种 跨机群通信方案 但是它们都是属于这种 集中式的通信方案 在大并不适用于大数据 应用这种大流量的这种场景 所以针对这种 针对这几个问题点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Fone Mesh的通信方案 为了解决这些常规 跨机群通信的问题 我们在Flandon的基础上 引入了跨机群Fone Mesh通信 为什么是Flandon呢 因为这是因为我们的TVC机群 之间是基于Flandon的 进行内部通信的 我们设计了这几套通信方案之后呢 就是Flandon基群之间的POD 就是可以直接互相通信 避免了性质上的损耗 同时跨机群的通信和 跨机群内部的通信是完全一样的 像能够做到高效的通信 来满足大数据应用的网络需求 当然这套方案对Code的环境也有一定的要求 首先呢 就是基群间工作节点 它们必须直接互相通信 其次呢 基群间的它们的POD网络 就是不能够重叠 最后就是Flandon 针对Flandon 它们的使用的ONI必须相同 刚才也提到 我们的TTC集群呢 其实也是基于Flandon进行内部通信的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Flandon它的定位其实比较明确 它是一个小而美的CNR插件 它其实就是提供基本的网络通信能力 但是随着业务的发展 随着云烟生的成熟度越来越高 其实基本的网络通信能力 其实不能够满足客户的进一步的需求了 客户可能对网络的一些更高的 更多的高级功能 对于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 然后我们列举了 我们列举了 我们需要一些核心功能 在对左侧 然后通过这些核心功能对比 我们发现 Flandon首先看 基本上都不能够支持的 然后咱们其他 然后Android 其实基本上对每个核心功能 都能够很好的支持 而其他CNI 就或多或少 有某一个或两个 可能就不能够很好的支持 所以从功能多样性来说 其实我们就比较偏向于使用Android 这个CNI 除了功能性呢 我们还可以 我们还对CNI的性能 进行了对比 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来 是一年前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数据对比过程中 Android是明列前茅的 尤其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是 TCP POD到POD的这种 点点充电的性能 大家可以看到 Android 甚至和Franco相比 它是稍微有些偏高的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我们的大数据应用 从Franco 切换到Android之后 网络传送能力 肯定不会下键了 甚至有所提升 其次呢 我们考虑到未来 可能引入UDB相关的应用 我们也对比了一些 UDB的性能 其实发现Android 也是明列前茅的 所以从性能上 明列前茅来说 我们对Android 其实也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最后一点 也就是我们 最比较关注的一点 它需要 新的CNR 需要能满足这三点 首先第一点 就是使用新的CNR机群 能够和Franco 机群进行FMesh通信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客户 可能以前部署了 一些旧版本的 TTC机群 然后又部署了 新版本的机群 然后这也就要求 这两个机群之间 它们能够进行FMesh通信 来满足大数据应用的需求 这是一点 其次呢 就是使用新的CNR机群 也能够 它们这些机群之间 也能够进行FMesh通信 其实这个也是必然的 因为他们也要能够 实现做到那种 Franco那种FMesh通信的能力 然后第三点 就是使用新的CNR机群 能够和其他更多CNR机群 进行FMesh通信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数据应用 有可能不仅仅部署在我们的TTC机群 也有可能部署在其他 其他云场上的机群里面 而且它们的机群 使用的CNR可能和我们不一样 这也就要求我们的新的CNR 能够最大限度的兼容这些其他CNR 做到FMesh通信 然后为了满足这三点需求呢 其实就对新的CNR有很高的要求 就要求它具有很高的可扩展性 而Android这个CNR它是基于 AlbanwaySwitch来做的一个轻量性CNR 它具有很高的可扩展性 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对流量进行定时化管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功能多样性 然后从性能方面以高可扩展性的三方面的角度来对比 最终我们选择了Android 作为我们云云生体谈的下一代CNR 接下来就请WinWinWin的研发经理刘文峰同学 他也是Android项目的负责人 让他来对Android的详细架构 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李阳和新环公司对Android的高度认可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Android项目的技术特点 以及社区的发展情况 我叫刘文峰 是WinWinWin网络与安全部门的高级技术经理 Android是我们部门主导研发的一款轻量级的 开源CNR网络插件 主要想法是在OpenVswitch的基础上 实现Coinetist的Pod网络 我们是在2019年中做了原型设计 那么在2019年11月 已经在北美的CubeCon上首次亮相了 那么今年5月正式捐赠给了CNCF 成为Sandbox项目 赢得了国内外很多开发者的关注 可能有人要问 在各种CNR已经百花齐放的今天 为什么我们还要一软缺呢 那么熟悉Cubernetes集权的人都知道 Cubernetes落地最大的痛点 其实是网络问题 因为技术战很复杂 一旦出现问题 那么很难诊断 比如说一个Pod的流量 常常被分割到各个组件中 举个例子 QProxy组件 那么处理的就是 Cubernetes业务相关的流量 它使用都是IPCable的技术 那么对Overlay的封装 又使用了隧道技术 那么对于安全控制的实现呢 就采用了另外一种技术 那么Android使用了OpenVswitch 完成了对上述功能的所有实现 所以说技术战非常透明 因为OpenVswitch具有可编程性 那么这种强大的拓展能力 可以灵活地满足各种特殊的网络需求 这是Android的重要优势 也是新环选择Android的原因之一 我PPT的右手边是Android项目的开源地址 以及在Cubernetes的Slack频道 欢迎访问了解更多的技术特点 简单介绍一下Android的社区发展历史 我们目前的Maintainer有四位 其中两位是中国工程师 所以显而易见 中国团队对Android项目有很强的主导性 那么和国内的小伙伴 比如说新环公司的沟通和合作是非常高效的 Android社区从2019年底推出第一个版本开始 每六到七中就会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那么这几年安全社区日益壮大 目前已经发展到了1200颗星 15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贡献者 以及200多个Github Fog 目前和我们深度合作的厂商 有公有云AWS Azure Google Cloud Android已经成功的部署在各大公有云上运行了 那么和英特尔的合作呢 主要是对电信 还有5G网络的支持 和NVIDIA的合作主要是在SmartNik里 那么我们和新环的合作主要是在大数据里面 新环使用了Android的灵活的拓展能力 解决了易购多极群的互联互通的问题 那么李杨会在后面的章节具体介绍 Android的目标是运行在任何Kubernetes可以运行的地方 它可以部署在公有云 私有云 以及IoT边缘云 Android本身对宿主机的资源占用很小 即便是部署的POW的数据庞大 那么它对于CPU的消耗 及内存的占用其实是很小的 很适合互联网的用营场景 由于OVS本身的跨平台性 那么Android可以支持各种操作系统 包括Linux、Windows和Arm 那么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 Android已经完成了和各个商业版的 Kubernetes Distro的集成 包括OpenShift、Router 当然还有VMware自己的Tenzu Android强大的网络属性 以及卓越的性能 主要是来源于OpenVSwitch OpenVSwitch是SDN领域的实时标准 虽然它是一个开源项 但是具有工业级的品质 它的主要优势就是可编程 一条式、跨平台和高性能 OpenVSwitch主要是基于OpenFlow 来实现数据的交换和转发 它是通过一组OpenFlow的流表 来控制数据包的解析和转发的策略 而这些流表规则是由 Anture通过对OpenFlow的编程来实现的 这种可编程的属性是 Anture支持各种高级的功能 毫无压力 比如说Anture有自定义的 强大的安全策略级 以及对Kubernetes四种 Service的支持和处理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Anture的架构 Anture应该主要是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集中式的控制器 也就是Controller 它主要是负责征听APS Server 接受所有的Kubernetes资源的配置信息 那么经过计算和解析 比如说对Network Policy的计算和解析 就会把配置信息推送到相关的工作节点上 举个例子 用户配置了 用用A到应用B的安全策略 那么Controller就会翻译出B的IP地址 并且把这条和A相关的规则 只发送到所有部署A的节点之上 那么它的优点显而易见 它是一次性的计算 防止每个工作节点做重复的计算 而且非常容易实现线性拓展 支持大规模的集群部署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Agent Agent是分布于每个工作节点上 它的功能主要是包括接收和处理 Cubernetes Kuplate对POD的指令 也就是POD Lifecycle的控制 它会给POD分配IP 并且把它插入到OVS网桥里 连入POD网络 同时它也会接受Controller的配置信息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接受到的安全策略 会直接转换成OpenFlow的规则 把它编入OVS的流表里 它的功能简单直接 所以说对资源消耗不多 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 工作节点上各种应用的运行 Agent还可以提供多种网络模式 比如说Overlay模式 No In Cap 也就是非封装模式 以及Policy Owner的模式 Overlay的模式是我们的默认模式 它是一种标准的虚拟网络技术 它可以屏蔽底层承载网络的差异 但是也有些客户对性能要求很高 因为Overlay会引入一定的Overhead 所以说Agent也支持 不对Pod的包走任何封装 那么这要求底层承载网络 对Pod的网段可以 它的路由进行预配 也就是说这些Pod是可路由的 Policy Owner主要是 在公有云上的运行模式 Agent只负责安全控制 不做联通性的实现 那么Agent还使用了大量的 Cubernetes的原生铺 比如说使用APS Server Lab 来进行Controller和Agent的通讯 代码体系和Cubernetes各大模块 技术天然同源 可以跟随Cubernetes社区 及时的进行技术迭代 那么Antrure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自己 有着自己拓展定义的Network Policy Cubernetes标准的Network Policy 主要是通过Label来选择圆端和目的端的Pod 并且设定访问的规则 Cubernetes的Network Policy 是Namespace级别的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些规则只能用于Namespace内部的Pod 但是真正的Data Center 实际上对防火墙的要求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根据对现有数据中心的调研 拓展了以下的功能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把Network Policy 划分为不同的层级 那么层级之间是有优先等级的差别的 这样的好处呢 是不同的安全管理者 可以完全控制自己所在的层级 不用担心和别的管理者产生冲突 目前Antr引入的层级 从高到低分别有紧急层 安全管理层 网络管理层 平台层 应用层 Cubernetes管理层和基础层 那么紧急层具有最高的优先级 主要是用于一些突发事件 比如说DOS攻击 那么基础层是Baseline 一般是设置最最最基本的防火墙的防护 我们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把Namespace的防火墙 扩大到了Cluster作用 允许用户定义从某些Namespace 到另外一些Namespace的安全规则 除此之外呢 Antr还扩展了对圆端和目的端的群体的支持 不光可以定义Pod 又或还可以自定义一些实体Entity 比如说我们可以支持虚机 支持Service 还可以支持Work Node 那么这些都可以作为安全控制的目标群体 那么Entreer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强大的可视化工具体 Entreer实现了和普罗米修斯的集成 可以展示各种关键的性能指标 比如说对CPU memory的利用率 以及Entreer内部的处理速度 我们还实现了和Octent的集成 是为了支持一些可视化的Troubleshooting的功能 比如说Traceflow 它的作用是定义圆端和目的端的Pod 然后Entreer会把这个数据包所经过的逻辑模块 包括流表和规则 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示出来 我们还实现了和ELP的集成 主要是为了监控Cubernetes集成内部的流量 用户可以自由的查询任意Pod 或者Service之间的实时和历史流量数据 那么它可以实时的观测到异常流量 及时的采取测试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数据平面 隧道模式Entreer的默认模式 那么简而言之呢 就是从Pod发出的二层包 会被OVS封装成UDP包 那么UDP包的目的地址呢 是Tunnel的另一端 也就是目的Pod所在的主机地址 这是一种经典的虚拟网技术 可以屏蔽底层网络的差异性 只要是两台主机可搭 那么就可以把不同容器组成同一个逻辑子网 那么对于易购的Cubernetes集成之间的互通信 就是通过Entreer的overlay模式来实现 Entreer在最新的版本1.4中 已经完全的替代了QProxy 用Entreer Proxy来处理所有的service相关的流量 那么Entreer Proxy实际上是一组OpenFlow的流表 它会将虚拟业务的IP翻译成BackhandPod IP 然后经过隧道发送出去 那么使用Entreer Proxy替代QProxy有很多的优点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service处理 都是由OpenFlow流表来实现 基础战很统一 降低了诊断的难度 下面是我们对Clust IP业务数据的一些测试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和QProxy相比 那么OpenFlow的流表具有很显著的性能优势 这两种技术都是需要对service IP进行翻译的 但是Entreer Proxy引入的overhead并不多 那么主要的原因在于 两者使用的数据结构不同 QProxy使用的IPTable 它的数据结构是线性结构 那么随着service规模的增大 处理时间也会延长 而OBS使用的是类似于HashMap的数据结构 它的复杂度是OE 所以说规模即便增大 那么性能也不会受到很明显的影响 OK 这就是我对Entreer的总体介绍 那么剩下的时间交给李扬 谢谢 经过刘芬同学对Entreer项目的介绍呢 大家应该对Entreer项目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基于Entreer做的多极人易构CNR通行的原理 在介绍这个原理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快速介绍一下同购CNR通行的原理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使用host local 这种方式对Po的RP进行分配 在这种模式下每个Node都有一个Po的网段 然后Po的之间的通信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依赖于主机路由 就如图上措示 后面我就对Flander和Entreer在不同模式下的通信方式做一个简介嘛 首先大家看最右侧二层直动模式 其实Flander和Entreer他们都支持这种二层直动模式 那路由也比较相似 它是通过目标节点的物理RP将报纹进行路由转发 其实这也就是意味着如果Entreer和Flander他们的节点 在二层直通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通过配置主机路由来将他们的网络打通 这也是Po的性能最高的这种通信方式 再看一下VXLine模式 Flander的VXLine模式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主机路由 他们会将报纹通过主机路由转发到Vtype设备上 然后进行发送 而Entreer模式有些区别 他们这个时候不依赖于主机路由 他们其实更依赖于Hoponflow流表 然后匹配目标网段 然后再将对应的RP地址设置到VXL隧道里面 然后之后进行报纹的转发 还有WireGuard的模式 WireGuard的模式是Android 1.3版本之后引入的 这个也是依赖于主机路由的 将报纹转发到WireGuard的设备上 然后再进一步的进行转发 上面是一些文字描述 这些文字描述反映到图边上的 就可以就是如图所示吧 大家可以看到 黑色的字笔 其实就代表着二层直通路由模式 蓝色的字笔 代表着VXL隧道模式 然后红色的字笔 就代表WireGuard模式 在直通路由模式下 Entreer下面呢 Pol就是通过BIR印则 然后到这先到达GateWireGuard 然后按照主机路由的方式 将报纹转发到物理网卡上 然后发送到最端 而Flanu也基本上类似 或者报纹到达CN20网桥之后 然后通过主机路由 到达物理网卡 再进行转发 而VXL模式下 Entreer这边是 报纹到达BIR印则的特门口之后 就直接进行封包 然后通过VXL隧道 转发到对端节点 而Flanu也有些区别 到达CN20网桥以后 依赖于主机路由 将报纹转发到Vtype设备上 然后进行封包 通过VXL隧道转发 还WireGuard的模式的话 可以看到 报纹到达GateWireGuard之后呢 然后按照主机路由 到达WireGuard的设备上 进行后续的转发处理 Flanu的话 其实不支持VireGuard 但是我们经过理论分析的话 其实处理起来也比较简单 只要在这地方 加入VireGuard的设备 才通过一些经开路由 将报纹引到VireGuard的设备 其实就可以通信了 这是他们的同构CN20流量的走向 而这张图 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实现一个CN20流量走向 首先二层指动模式 和上面介绍的基本上完全一样 他们可以通过停加转转的路由 来进行网络的打通 VXL模式下 也是希望他们之间 能够通过VXL隧道 进行直接通信的 包括WireGuard的设备 包括WireGuard的模式 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 进行打通 其实经过这些原理的介绍 大家也应该都比较清楚了 像二层指动模式 还有WireGuard的模式 他们实现起来 就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而VXL模式两边 他们的实现原理有些区别 所以需要额外的处理一下 后面我就会针对VXL模式 如何做到EgoCNR通信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在介绍他们的EgoCNR通信的原理之前 先给大家快速复制一下 EgoCNR的一些PIPERLINE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 这张图里代表了EgoCNR里面 使用的所有的Table 比如包括 还有跨节点通信 是依赖的ARP Responder Table 还有后期的Contract的设置 匹配Table 还有Service的访问Table 还有出入方向的安全策略 还有三层转发 二层转发等等 其中我们需要最重点关注的就是 跨节点通信相关的Table 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Table20 ARP带达 它是对目标节点的 网关设备建议一个带达 其次就是Table70 三层转发 刚才也给大家看到了 其实目的就是 匹配目标的网段 然后设置相应的VXL隧道 进行三层的转发 最后还有一个二层转发 Table80 这个其实就是寻找正确的出口 将报纹发送出去 这是Entry的PerveLine的简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官方网站 了解更详细的那种内容 下面我会对这上面提到的 这种三个Table 进行详细的介绍 首先比如说ARP带达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流表的内容 它的Action还是比较明确的 其实就是把原Mac和目标Mac交换了一下 然后修改了一些ARP 这个字段 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ARP Request的报纹 转换成了一个ARP Respond的报纹 针对Entry到Flander 我要跟大家提到 黑色字体就是Entry到Entry的流表 然后红色字体就是Entry到Flander的流表 两条流表的区别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Mac地址的区别 Entry到Entry的话 他们跨局内通信的时候 他们会设置一个全局的Mac地址 就这个ABCDEF全局Mac地址 然后目标节点收到报纹以后 然后会根据这个全局Mac地址 做进一步的处理 而Entry到Flander的情况下 Flander的测试 其实不识别这个全局Mac地址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使用这种全局的Mac了 而需要将这个Mac地址提防为 目标节点Flander设备的实际的Mac地址 然后设置进去 之后呢 就是我们根据目标节点的网段设置 VXL隧道就是Type70 大家可以看到 根据目标网段 然后设置相应的VXL隧道的目标地址 他们的区别有两点嘛 首先 在Entry的安置里面 他们会把目标Mac 设置为之前提到的全局Mac地址 而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将这个Mac地址 设置为目标节点的Flander设备的实际Mac地址 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Entry如果想和Flander那边进行VXL的东西呢 也需要确保他们使用的VXL隧道ID是一样的 也就是VNI也需要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将VXL的设备 使用的VNI获取到 然后也设置到我们这边 确保他们使用相当的VNI 这是三层转发 其次就是二层转发 二层转发的话 其实他们的目标 其实都是从Vtype设备上发送出去 所以后面的Action其实就是完全一样的 第一的区别就是 Entry的Action的情况下 他们是匹配全局Mac地址的 这时候我们不能再这么做了 我们就要匹配Fland设备的Mac地址 Android测了三个流表的处理 Fland设备其实他们处理方式也比较简单 就和Flander到Flander的处理方式 基本上完全一样的 就是添加ETL精彩路由 然后设置FTP和ARP的一些信息等等 那经过这些设置呢 其实他们就可以做到了POD到POD的通信了 上面介绍的其实是基于EgoCNIR通信的原理 我们基于EgoCNIR时间跨新旧集群的点对点通信之后呢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到更多 比如说Flander1和Flander2他们使用的VNI不一样 就是像最开始说的 如果他们使用的VNI不一样的话 是两个Flander的集群 他们这些是没法通信这些通信的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Android来自定义流表 就是它可以跟不同的Flander通信的时候 使用不同的VNI 这个时候呢 不仅仅是做到他们Android和其他集群的点对点通信 Android集群甚至可以做到其他集群的桥梁 就比如说做到Flander1和Flander2集群的数据的中继去 这是一个最佳实现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我们会 我们可以使用CodeOS的一些插件 就比如说有一个Combinat的AI插件 那使用了这个插件以后呢 这三个集群它们内部的Service域名可以直接互相识别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他们集群间通信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Headless的方式的Pole域名直接进行通信 这样大大的简化了他们的通信方式 除此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既然我们频率的底层Ci的不同而做到了一个Ci通信 那我们在上层其实就可以对Service进行任意的设置了 就比如说看左边这张图 我们可以在GGR里面创建一个ServiceA 然后包含两个Underpoints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GGR内部也创建同样的ServiceA 这个时候GGR里面访问Service的时候 也可以做到将它的报文在GGR内部进行负载均衡 这是其中一个实践 大家再看右侧 我们可以在两个GGR内部创建完全的完全相同的Service 然后两个GGR内访问Service的时候 是可以做到跨GGR的负载均衡 当然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其他的设置 例如亲和性的设置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GGR1访问ServiceA的时候 在GGR1内部负载均衡 GGR2访问Service的时候 在GGR2内部访问负载均衡 当GGR1内部的所有的POD都不可用的时候 然后自动切换 然后GGR1访问ServiceA的时候 就可以做到在GGR2内部进行负载均衡 上面给大家介绍一些最佳通信实践 这就是我们多GGR1和CII通信的五点目标 首先第一点就是五单点瓶颈 就是做到POD到POD的直接通讯 也就没有了NordPOD的单点故障 其次GGR1服务自由访问 就比如说跨GGR1的Service房 我们就可以做到像GGR1内部访问Service一样方便 那栽培能力多样性 就可以做到这种很快速的准备切换 或者双核的栽培能力 还有一种网络模式支持多样性 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支持底层多种CII 做到网络模式的这种多样性 还有一个就是数据的高效传输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了全分布式的POD到POD的通信上接 也就是没有了传统的那种集中式网关节点的通信 跨GGR1通信方式 上面是基于Entry的亿构CII的相关事件 除了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基于Entry还做到了更多 比如说第一点 基于Entry做到了零性网络框架 其实Entry提供了很灵活的安全策略 比如Network Policy 还有Cluster的Walk Policy 基于推写概念为底座 就设计了一套零性网络架构 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基于Entry的一些原IP地址识别功能 就是大家都知道 外部通过NodePOD等方式 访问GGR内部的服务的时候 可能会做一次SNET 将原IP地址进行了修改 像POD内部就无法获取真实的原IP了 我们就配合Entry的一些功能 就实现了这套原IP地址识别功能 就是这样就满足了一些神迹类的应用 对真实原IP的需求 还有呢 其实我们基于Entry做到了服务高可用功能 就是Entry它提供了一个Egress功能 然后它可以对外提供一个高可用的这种服务IP 然后就能够不介绍外部负载进行器的方式 就能够提供服务高可用功能 解决了单点故障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是基于Entry做了很多的功能 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到Entry社区里面 将Entry做到做大做强 下面就请刘文文同学呢 对Entry的参与方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李杨分享了利用Entry实现 异构网络联通的解决方案 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近一年来 Entry社区本身也引入了很多重量级的新功能 比如在Entry上游 我们也会支持Multiple cluster多极群的联通 安全控制以及极群间的服务发现 当然这是基于同构的Entry的多极群 是另外一种使用场景 那么PPT上展示了各种Entry的资源地址 和参与方式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GitHub 可以选取入门级的Asio参与开发 也可以进入Entry的Slack频道 和全球的开发者进行技术讨论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云原生网络Entry 那里会有大量的基础文章进行深入的介绍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TechTalk 谢谢大家的关注 希望越来越多的开发者 能够加入Entry的大家庭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Entry社区扎根中国 发展壮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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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